最近呢有許多的演唱會都是在高雄舉行嘛 那先前呢就傳出有不肖的業者 他們趁機哄抬房價 那當時呢高雄市政府他們就落下了狠話 他說如果不改善的話 將會連續裁罰 而且要公布飯店的名稱 而觀光局最近再度出席稽查 沒有想到就發現了有一家飯店 他們被逮到違反規定 這次呢觀光局是直接公布名稱 而且對飯店裁罰3萬元 雖然經過上一次稽查房價 發現有4家業者違反規定 不過觀光局給予了改善的空間 如果下次再抓到 才會公布履宿名稱並裁罰 沒有想到仍然有業者沒有在怕 11家飯店當中 只有城市商旅的德立莊博愛館 這一家違反了旅館業的管理規則 超出被查房價 以4月1號售出的高級雙人房型來說 他售價13365元 跟被查價11000元相比 還多出了2365元 超出被查價21.5% 於是觀光局當場裁罰3萬元 並公布履宿業者名稱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體育的焦點 就是台灣女子全級好手林玉婷 在今年的世界錦標賽指目四強 原本應該要獲得銅牌的 不過卻因為賽事性別深化指數異常 而被取消了銅牌 體育署副署長也對此做出了回應 她上去就不要怕 怕了那你就不用打了 台灣女子全級選手林玉婷 實力堅強 更曾為台灣奪得首座 世界全級錦標賽冠軍 而她今年在世界錦標賽中 表現也相當優異 連三天出賽 經歷了地獄賽程 最終止步四強 原本該貨班銅牌的她 卻突然被取消了銅牌 25日晚間 原本該上台受獎的林玉婷 臨時被主辦單位 國際拳擊總會換掉 改由八強賽敗給林玉婷的 保加利亞選手地捕 但第一時間竟然沒有通知 教練及選手原因 26日國際拳擊總會才通知 是因為林玉婷在3月16日 未通過選手賽前性別檢測 協議生化檢驗有益 所以才被取消了原本該有的銅牌 據了解 全級選手都需要控制體重 也常出現生理指數異常的狀況 而女子選手更需要配合比賽時程 來調整生理期 也可能因此服用一些荷爾蒙藥物 這次的檢測有異常 有可能就是因為這樣才發生問題 中華民國全級協會秘書長彭俊明 收到這個消息後也強調 一定會循環到申訴 他表示很遺憾收到這個消息 而選手及教練都非常的沮喪 等代表隊返國收到國際拳擊總會的報告 並確認詳細資訊後再進行後續處理 體育署副署長洪志昌也說 已和拳擊協會聯繫 更表明站在選手權益的立場 該申訴就要申訴 而林玉婷其實她在拳擊方面 表現真的是非常的亮眼 她在2021年的時候女子拳擊試錦賽她拿到了金牌 去年她還獲頒為我們年度女運動員 拿到了國光體育獎助學金300萬元 榮登去年度的賞金後 林玉婷在去年5月拳擊試錦賽57公斤 奪下金牌 這也是她在2018年試錦賽54公斤及奪金之後 生涯第二面試錦賽金牌 成為了台灣女子拳擊第一人 而林玉婷在2022年迎來豐收的一年 去年12月她在年度封關站的金腰帶系列 拳擊賽事墨西哥站勇奪金牌 同天她更首度拿下了運動體育精英獎 年度最佳女運動員獎項 去年她以300萬元的國光體育獎助學金 成為了最吸金的獎金後 而林玉婷曾經表示 即使曾經有過失敗跟低潮 但是經過之後的賽事 證明自己的訓練方式沒有錯 將會針對近期比賽發現的缺失來改進 力拼接下來的賽事 而林玉婷上一屆雅家打亞運拿下了銅牌 也是台灣隊史48年來首面獎牌 接下來她要挑戰改變獎牌橙色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 看醫院會覺得其實畢業典禮 應該是給學生一個還美好的回憶才對 你說畢業旅行嗎 不管是畢業旅行或是校外教學 我覺得只要可以跟同學一起出去玩 而且是過夜的話 那個心情真是非常興奮 感覺一輩子都難忘對不對 沒錯 但是在高雄就出現了 難道他們的畢業旅行變了掉嗎 也就是高雄是一所國小五年級的學童 在上週的時候參加了兩天一夜的露營 不過活動教官疑似不滿 學生還沒到表定時間就起床 部分帳篷還傳出了嬉鬧的聲音 活動教官就一怒之下 把三百四十六名學生叫起床 罰過一分鐘 而對此教育局就表示 當時將追究責任到底 同時社會局也會依法查處 國小時參加格宿露營 肯定是許多人心中美好的回應 但高雄這間國小的五年級生們 可能就不這麼認為了 因為他們三百四十六個人 在清晨五點多 全部都被叫起來罰跪 參加這次露營的學生 總共有十三個班級 而罰跪事件發生在二十一日 當時才五點多 還沒到表定起床時間六點半 但卻有些學生已經起床走出帳篷聊天 還有人在帳內懸鬧玩耍 活動教官勸導後未見改善 李志憲直接斷掉 用連做法叫三百四十六名學生 全部起床通通罰跪一分鐘 甚至在學生罰跪的期間 飆髒話怒罵 有些學生整整罰跪了一分鐘 有些人跪了三十秒 還有些學生剛好去上廁所躲過一劫 有些學生根本搞不清楚狀況 就被叫起床罰跪兼臭馬一頓 消息曝光後 教育局氣得喊話要追究到底 勞令學校提出檢討報告 並輔導學生 也要求廠商說明及賠償 社會局也依兒童及少年福利 以及權益保障法查處中 好我更正一下 不是畢業旅行是校外教學 因為他們目前才是小五 對對對 那這件事情也引起了關注 校方已經提出自行處分 而教育局昨天也深夜決議宣布 今天開始更換校長 學校已經在二十五號晚上 邀請家長參加廠商說明會 會中學校校長率全體教職員 向家長職工致歉 廠商也向家長致歉 並表達誠意 以初步共識先行退還部分的金額 並到各班向學生致歉 校方同時也提送檢討報告 張姓校長道歉自行處分 表達願意負責任承擔責任 也言你精進作為避免此事件再次發生 不過風波還沒燒完 教育局今天宣布 即日起更換校長 指派多學代理校長職務 教育局表示 以保護孩子為優先 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專輔人員 已經向學校齊力關懷學生 教育局已經要求學校 釐清當天學校值班情形 並將追究廠商責任 嚴防相關事件再次發生 而校方昨天晚上 他們就召集了各方說明 同時他們也向廠商就責 而這個廠商除了表達歉意之外 他們也表示他們現在已經開除了 這一名帶對的教官 張信代理校長昨天晚上表示 目前已經跟廠商還有家長 達成了初步共識 但是因為詳細資料還在會整當中 之後會再向大眾報告 抱歉造成社會困擾 有家長質疑 教官替發時 校方竟然無人在場制止 張信代理校長就回應 因為當天陪同的老師 在帳口職業留守到了凌晨2點半 就要回到營本部 而營本部距離營區 有一段距離 因此依照合約 在2點半之後 就交給了廠商活動人員管理 校方也有留緊急的通訊方式 當清晨發生不當體罰時 校方才沒有辦法即時處理 之後會再檢討 營本部與營區的距離 或者是調整合約內容 旅行社林姓副總指出 帶對的教官在活動期間 管理學生秩序時 因為情緒失控 有不當管教請示 公司知道之後 已經向校方跟學生彌補道歉 同時也已經將這一名活動人員 開除以示負責 除此之外 昨天晚上會中 有家長提出建議改善的部分 廠商在之後 也會再進行通盤的檢討 而昨天晚上 校方跟家長還有廠商 他們是一起進行一個協調 但他們就表示說 將會針對這個廠商履約不完全的部分 來進行扣款 另外廠商也承諾 他們會到這個學生的班級 各個班上去一一的道歉 如果後續有產生醫療問題的話 他們也會全權賠償 校方昨天晚上邀集了學校的行政人員 各班家長代表 以及廠商到學校召開協調會 會後一共有兩點共識 第一點因為合約並沒有提到處罰方式 可以下跪 因此屬於廠商履約不完全 將依據採購法 組成採購工作審查小組 對廠商進行扣款和懲罰 而第二點 畢竟這是教育性質活動 但是活動輔導員 卻做出錯誤的示範 廠商也在現場允諾 如果參加的學生 因為這個事件 而有後續的醫療問題 將會全權賠償 除此之外 廠商也會到各個班級 向學生道歉 並補償餐點跟禮品 再次廠商 再次廠商